作词 余绝 作曲 玄义 作词 作曲 华绍 清晨 延闭 黄昏 尽世温柔 少年 戎装 赤装 惺大 眼神温暖 堅定 慢笑扶捨 是一段風花 一直留下 默然揮手 冬天 雪花飄落的季節 你懷中卻似春天 花香鋪滿了時間 兩城耗盡如夏天 樹影遮住了眷戀 清醒與你在秋天 青春綿綿散落 一片片 情千間 多盯著點 果然有人想讓她死 我會派人駕強戒備 我問了最先路的老闆 證實了他們的伙計在送飯的途中 讓人給打暈了 要怪就怪這姓敏的事多 非要訂外面的飯 不然哪有這麼多事 她為什麼非要訂外面的飯 窮講究唄 不給訂還不行 脾氣還特別大 你繼續訂最先樓的飯 但是不要給她吃 仔細檢查室和內外 因為這是敏大成和外界聯絡的唯一方式 咱們這次又可以釣到大鱼了 還是司令英明 對了 她的家庭情況查了嗎 查了 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嗣 沒有子嗣 那在佛刊下發現的那張符紙 什麼東西啊 老夫去問了周邊的所有的寺廟 證實了那是一張 超度早養胎兒的經文符紙 早養胎兒 那照片上的孩子是誰啊 這個是真不知道 她不肯說我們也無從查起 有點意思 你幫我盯著點兒 我要去趟醫院 不 司令 你還要去盯著沐小姐跟徐都辦呀 這 都這時候了 咱先辦正事吧大哥 老子什麼時候 在你心裡這形象了 放啊 放啊 我心裡有時候 人家都睡着了 你还盯着他看 犯什么花痴 吃错了 谁吃错了 我是怕你犯了花痴 耽误正事 整天在医院的人还知道有正事 我是来告诉你 期限已经到了 你和崔莲凤之间 该清算了 我知道这么做了 你看一下 谭玄林让我去上海亲自审问结案 谭玄林这小子 无非是想让您亲口承认他们谭家军无罪罢了 他给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说谭家军仍有嫌疑无法亲自结案 必须由都军府来亲自结案才合情合理 都军 合情合理的事情我们不去 岂不是显得我们不合情力 上次属下在敏大城的饭菜里下毒 没能让他闭嘴 是属下闻到 我总得给他吃颗定心丸哪 老爷 好 妈 今天我想去看看光耀哥哥 好 也是啊 光耀休息这几天稍微恢复点了 我们应该去看看他 老爷 要不要一起去呀 上回里还有一些事情我就不去了 哎 呦 晚清 你不是在医院照顾光耀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后半夜谭司令替我 我就回来补个觉 光耀的伤怎么样了 放心 能吃能喝没有什么大碍了 那就好 对了 邦家案查得怎么样 这期限可是快到了 谭司令说已经查到了真凶 只是这个人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那个民 民团的大头兵干的呀 不是谭司令民团干的 是他们想栽赃他 所以假扮成他的兵 那真凶是什么人 是保利典当行的老板 敏大成 保利典当行 咱们跟他没有过节啊 而且还在生意上帮了他们不少的嘛 那个敏大成 为何要做这件事啊 是啊 那个姓敏的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 老爷 可能现在兵荒马乱的 能有什么土啊 就是想敲诈 崔姨 您还是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 在码头的时候 他们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要是想额钱 那也不用这样吧 是 是啊 对啊 都是生意人 贪财不必害命 是 谭司令那儿 有什么新的结果 谭司令说 还是不敢擅自做主张 还是要等到徐都军来上海亲自审问 还要劳烦徐都军哪儿 对啊 谭司令现在从名义上归都军服务馆 所以请徐都军来接案 以示尊重 是 爸 我还要去医院照顾官药哥 我就先走了 好 去吧 嗯 嗯 嗯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赶紧去换衣服 我们去看官药哥哥 嗯 女女 能先去吧 我手头上还有点事 嗯 妈 官药哥哥伤得那么重 你要是不去的话 有点不合乎情理 嗯 妈 手头上的事也很重要啊 乖 来 你先去看官药哥哥 替我跟他问声好啊 快去 我把消息都透露给崔连峰了 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都看你的了 放心 咱们这盘棋下到现在 是时候避其共云一役了 走吧 谭司令 婉婷小姐 这姐姐怎么和谭司令 一起来的呀 在医院门口的时候 我和穆小姐碰上了 这不就一起过来了 我先上去了 官药哥哥 我每天都在家担心你 我每天都在家担心你 每天吃不下睡不着的 婉婷妹妹 那你真的应该 早点来看光耀哥 这样子免得一个人在家 胡思乱想 我妈说医院戒备森严 就不要让我来添麻烦了 但是光耀哥哥 我们每天都有在担心你的 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 为你祈祷好久 那就谢谢莫夫人 和婉婷小姐了 我身体已经没什么事了 你们放心吧 being her 光耀哥哥 姐姐每天都在这儿照顾你 也辛苦了 就让他回去休息休息 之后我来照顾你吧 谢谢莫丁小姐的好意 但是婉婷是我的私人秘书 我虽然住院在这儿 但还有很多公务要忙 婉婷在这里 可以帮到我很多 挺好的 就不麻烦外人了 原来在你心里 我是个外人 医生说你现在上半身不能动 这段时间一直都让你照顾 真是麻烦你了 你要是真觉得麻烦我 你就赶紧把伤养好 姐姐还真是辛苦 明明比我早出卖半小时 却和谭司令一起来的 也不知道姐姐都在忙什么 今天早上司令部有几份文件 我先帮你提前看了一下 都不紧要 要不留着慢慢看 没事 放着吧 婉婷小姐 这慕夫人哪 平常不是最喜欢光耀兄的吗 我妈说她突然有点急事 是 所以托我来问光耀哥哥好 乃秋 谢谢夫人了 光耀哥哥 那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我去送送她 晚宁小姐 再见 晚宁小姐 再见 滚小兄 这奇人之福 你也无福消受吧 谭司令 你就别娶笑我了 你还真是做得滴水不漏啊 慕婉卿 你还真是做得滴水不漏啊 光耀哥也说了 你只是一个外人 你以为你那点心思 光耀哥哥看不出来吗 别以为你和谭司令那点事 光耀哥哥会不知道 慢走啊 哎 你 干吗 干吗 什么眼神啊 你不会把我也轰走吧 我可没说 谭司令要是觉得待着舒服 就这么待着呗 婉清 婉婷刚才没跟你乱说什么吧 没有 她呀 一贯口舌不要人 要是说什么得罪你的话 不必理会就是了 放心 她还小不懂事 我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是我多虑了 欠多了 她对你张牙舞爪的样子 总是怕你 被她欺负 关耀兄 你还是不了解她 她怎么能受欺负呢 就你话多 行 她 我 你 你 我 她 对 我 哎 罢了罢了 你呀 耐不住性子 言多语诗 回来也好 都在了 老爷 未来了 明天啊 不要安排其他的事情 徐都军要在司令部 亲自审问绑架案的犯人 谭司令要求我们全家 去旁听一下 我 我们又不是法官 又不懂案子 也帮不上忙呀 老爷 满情是受害者 谭司令是出于对我们的尊重 我们总不能 搏了谭司令的好意吧 对呀 对呀 再说了 我也想知道这个姓敏的狂徒 为何要胆大包天 帮我穆家的人 对了 你每次修补首饰 有见过这个姓敏的吗 没有 我都失去堂前 只是见那些修补首师的师傅罢了 那我正好明天要听听 这个敏大成 到底有什么说辞 好 去吃饭 好 长官 您爹的菜 白香烟了 慢用 超烟了 白香烟了 哇 我知道 还有 有点儿意思 小翠 我最近有点上火想喝点凉茶 上次婉婷喝的是在哪儿买的 就是七宝老街那家陈记凉茶铺 老牌子了 婉卿小姐您要是想喝的话 我现在就去买一些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好 你忙 是 徐杜君 谭司令 既然敢请我来审案 想必证据已经十分确凿了吧 是 杜君 这绑架案已经查实 犯人正是保利典当行的老板闽大成 这个人混迹江湖多年 与黑白两刀都有势力 我们成立民团 就是为了打击这些邦会势力 所以这些人才会苟急跳墙 干出这种栽赃嫁祸之事 既然是我来审案 自然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了 我要单独提申闽大成 请谭司令配合 当然 杜君 请 好 杜君好 谭司令 徐杜君好 徐杜君好 我这事 怕是不太方便 还请你回避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好 汤 赵 杜俊责罚 谭旋林让我审你 你可知她的意图 杜俊放心 不管那小子 他到底是什么意图 总之 此事乃属下一人所为 一人所为 这是谭旋林交给我的卷宗 你那些不成器的手下 早把我供出去了 你不成功 杜俊 是属下视察了 不过 谭旋林 他暗示我 他并没有采信 证券上所提供的证词 这言下之意 就是想跟我做个交易 如果我还谭家军的清白 他便只查到你为止 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吗 属下知错了 你不知错 谭家军得了清白 我便再无任何理由来阻止民团的成立 谭家军在外流浪了十几年无家可归 有了民团 他就等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上海就是他他家的地盘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失守 他马上就要得逞了 杜俊息怒 属下知错了 现在 说什么也于事无补了 该怎么赎罪 该怎么赎罪 你心中应该有数啊 杜俊放心 属下知道该怎么做 属下十多年前 属下十多年前 就将所有的身家性命 都交给都军了 现如今 无论什么罪名加在我身上 我都无所谓 只是 请都军 一定要给我的孩子 一个好的前程 你不必顾虑 只要你尽息竭力 保护都军府的声誉 答应你的事 我 不会失业 是 舍死我 你不应付我 就不用我们 找个小伙伴 什么意思 一听乱伴 你不听乱伴 你不听乱伴 的满船 你不听乱伴 敏大成 今日你的案子 由徐都军亲自审理 你务必要说实话 否则最佳一等 敏大成 绑架穆家小姐一案 是否视你所为 是 你为何要绑架穆家小姐 还恶意栽赃谭司令的名团 他们民团 孤名钓鱼 竟然要给那些商人 提供什么保护 试问 如果他们这么做了 那谁向我们提供保护费 断人财路 就如同杀人父母 你如果只是栽赃 那为什么 要对穆家小姐下手 你难道不怕穆家报复吗 光要替穆小姐挡枪 险些丢了性命 此等凶徒不出于疾醒 不足以赎罪 敏大成 你最好实话实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铤而走险 害人性命 他名利是生意人 实则是帮会之人 凶残蛮横 不可以长礼推之 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 那就说出幕后主 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老爷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想先回去休息一下 我想先回去休息一下 好 那就让婉婷送你回去 哎 慕夫人留步 您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是啊 那是不是因为 喝了沉寂凉茶铺的凉茶 谭司令 弄又讲笑话了呀 什么凉茶呀 绑架案发生的那天早上 婉婷小姐 就是因为喝了凉茶肚子痛 所以才让穆公 留下来查一下病情 这样 婉婷小姐 就一个人上了慕公的车 我想 这些应该不是巧合吧 我不知道啊 对 来 尚帅这两天身体力所多了 婉婷的案子 是今天开庭吗 苏公子跟裴公子 都去旁听了 有任何消息 马上告诉我 是 婉婷小姐喝的时候 确实说过 那天的凉茶 味道不太一样 而且 她一开始也不太愿意喝 这位太太二十八日 来铺子里买过凉茶 这是小店的 记录 请看 杜军 二十八号上午 这位太太 在无药店买了一些番蟹液 这番蟹液 是什么药材 回禀长官 番蟹液是一种蟹药 老爷 万亭肚子疼 疼得在床上只打滚呢 能刺激肠胃 治疗水肿便秘 应用不当可能会引起脚痛 这么说来 慕夫人是利用婉婷小姐肚子疼一事 拖住慕宫 故意让婉婷小姐一个人上了车 我说得对吗 不是 爹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老爷 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的呀 不是这样的呀 老爷 慕夫人 那你跟我解释解释 这个手绢是怎么出事 这上面的图案好生奇怪啊 这 这 这不就是凤凰高飞吗 慕夫人 您可真是有仙剑之名啊 我还没有打开 您怎么知道 他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我 我刚看到你拿出来的时候 正好风吹开了一脚啊 那我就 刚好看到的呀 你看清楚了吗 是呀 可这上面明明绣得是并地帘呀 我我我 这上面明明绣得是并地帘呀 我我我 我看错了 当然 你说的这个凤凰高飞的手卷 也在我这儿 只不过这个手卷 是从醉仙楼送往闽大城的石盒中查获的 慕夫人 是你亲手放的吗 不是呀 不是呀 老爷 不是的呀 不是的 不是的 人犯闽大城 你和慕夫人可曾相识 杜鹏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各位看 她和慕夫人都是宁波灵山镇人 这个村子一共只有四十余户人家 在你十六岁当兵之前 慕夫人十六岁进萧府做丫鬟之前 一直都在村子里 要说不认识 不太可能吧 老爷 我和那个姓敏的 确实是认识 但也只是同乡而已啊 那天在公馆门口 我看到崔姐鬼鬼祟祟的在那里 我就问她 她说在帮什么敏老板做事 我怕她对你不利 所以我就想办法拖住你 谁知 曼青大自己就上车了呀 穆夫人 那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把手绢送给敏大臣 没有啊 那不是送给姓敏的呀 那个手帕 是我送给崔姐的呀 在我们那里都知道 这个凤凰高飞呀 就是送给年轻人的呀 就是意图她有个好前程 我给崔姐送过去 你是想让她知道 为了自己的前程 不要把我这个姑母 连累了呀 老爷 你那个至儿崔姐 不是已经被敏大臣灭口了吗 你说什么 崔姐死了 我侄子死了 爸 不可能 我侄子怎么死到什么时候呀 老爷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怎么会 会和害死我侄子的人 串通仪器呢 我是冤枉的呀 老爷 我侄子怎么死了呀 老爷 老爷 你害满清差点丧命 让光要身负重账 你这是百罪难赎 是是是 老爷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我是无意的呀 我顺水推舟 让坏人得逞 老爷 我 若此恶父 你到现在还为自己开脱 敏大成 你如实招来 到底是他顺水推舟 还是恶意之使 是 敏大成 你现在还要替他隐瞒吗 还是你背后 另有着实 只要你尽息竭力 保护都军府的声誉 答应你的事 你 不会失忆 是慕夫人 是慕夫人指使的我 慕夫人指使我绑架慕小姐 要我取了她的性命 你是一个笨人 你胡说 你胡说 你是一个笨人 你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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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胡说罢了 爸 我是被冤枉的 没事吧 我真是被冤枉的 你是野口喷人哪 慕夫人 人证物证 确凿 你还是现在认罪 免得动了刑 可就难看 不 妈 不 我不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你胡说 我是冤枉的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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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夫人 夫人 妈 敏大成 你血口喷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夫人 妈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妈 妈 妈妈 许多军 谭自令 他 今天种种都是 都是由于我指甲不严 那人最大合计 百死难数 但念在 念在他跟随我多年 为我生儿育女的份上 请把他 交给我来处置 给穆家留点颜面 穆公这不是祸悉泥呢吗 许多军均想上 还需要穆家支持 想必会答应 毕竟现在光耀 已经脱离了危险 穆夫人的事 就交给穆公处置吧 毕竟是家事 我也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穆公 至于这闽大成 我会带回司令部秉公处理 请穆公放心 谢谢杜军 谢谢谭自令 妈 好 二位贤知啊 多谢 你们关心光耀 前来听审 师父客气了 既然真相大白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这个恶徒 罪大恶极 当初已急醒 是 都军说得是 但是这姓敏呢 混几江湖多年 身上肯定还有别的事 不如先查清楚 再啥也不知 还是谭自令 想得周全 谢都军 带下去 快 送医院 还有火车 快 徐都军 您放心 人我一定会尽力抢救 老夫 走 好 这个卧能飞 死都死得不痛快 找两个得力的人 下手利索点 这次不能再失手了 是 属下明白 来 夫人醒了 妈 夫人 老爷 老爷 妈 老爷 你可不要听那姓敏的胡说八道 的血口喷人啊 老爷 帮回的人们很雄才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指使得动他们呢 老爷 老爷 我定多是顺水人情 一念之差呀 老爷我错了 你的意思是敏大成诬陷你 连帮回的人都能指使得动 你们的关系可真不一般 万青啊 我们可是一家人哪 你不能落井下石 心口开河呀 爸 其实谭司令早就查到了他们的关系 只是刚刚在法庭上 碍于我们沐家的面子 所以没有公之于众 我这里有证据 您看过之后再做判断吧 一张符纸就能诬陷我吗 这是 这是谭司令在敏大成的佛刊里找到的 是法元寺超度亡灵的符纸 上面有崔连凤的名字 谭司令已经找法元寺的颜镜师傅看过了 这上面超度的 是秉晨年三月初八流产的一个胎儿 秉晨年 那就是十年前 十年前的初春 也就是我哥哥遇害的时候 你流产了一个孩子 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 我妈妈一直被蒙在鼓里 也是你留了这个孩子之后 她才知道了你们的关系 知道了你和爸爸的关系 寄养在外的慕婉婷 所以她才带我去日本 所以爸爸才给了你这个名分 你小禅那天是三月初八 难道说那个孩子也申命大成的 老爷 老爷不是这样的老爷 老爷 你好好想想 老爷 那个孩子在小禅的时候 不足四个月 那是老爷和我在广州怀上的呀 老爷 老爷 我从来不信名分 我在你身边 勤勤恳恳 忠信恳恳地侍奉你 老爷 我怀上晚婷 你怕夫人知道 把孩子这样在广州伤好 我们只有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我才能跟我的骨肉相见啊 老爷 我从来不让你没来 你从来不抱怨 在广州的时候 我没分没秒 恨不得跟你寸步不离 我上哪个男人有染哪 那你怎么解释敏大成 会供奉你的孩子 想必是你没有肌肤知青吧 去广州之前你曾经回了一趟老家 难道说 就是那个时候 你去偷了野男人 不是 不是 老爷 不是这样的 那敏大成为什么会以为 你怀的是他的孩子呢 我 因为当时敏大成 已经是罗独军的副官 所以你再给自己留后来 他怕爸爸您不要他了 他也能是个军官太太 不 好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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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抢爆了 我被他抢爆了 他也会م起来 雷花成又漫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将你仍他脸 一望无际 天空还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迂回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 策马与你高歌 泪花穹雨半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场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还过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迂回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 他妈与你高歌 他妈妈不想见到你 你每天多亏 我许下来